用遺图重複,分别建立几个清单,包括业务,产业别,产品,跟客户名称 那我们的需求是这样 如果当我将来可以做个选项 那个选项的话,就是说,选了业务,他就帮我把业务的工作表新增了 就在后面,那就可以直接去看到这六个人的相关的资料 那这个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我们要先针对什么?针对这个资料去做筛选 那其实筛选出来最简单,当然有几个方法,我们上次有做过有 用Excel有三种,不过都是用筛选的 也就是说我今天,第一个,我想要做的是什么? 很简单,菜头,新这个菜头,然后帮我把资料找到之后,放在那里面去 那下一个 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 小咪,那再做一次,新增一个小咪,东西放过去 那当然你可以图法链钢来做,当然也可以办得到,可是很花时间 最好是按个按,全部把它搞定了 尤其人多的话,越是方便 所以你的需求已经大概知道 那再来的话,我需要做哪些事情?我们大概 注意一下,就第一个 一样,录制聚集,不过你录制聚集前要先想一下 你要 跑一个回圈,对不对 那这个回圈里面呢,抓到里面的 名称,这个名称的话是个变数 抓到业务,对不对 然后新增一个 再到这边,什么?筛选出这个人的名字 这个人的资料 然后再把它Ctrl 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复制到那边去 对 所以这个流程的话,大概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录制 首先的话呢 我们原则上,我先把菜头的这个先函做事一下,先复制一下 所以我们在轪点中 咱们再拼起来